野獸林智傑 歡迎我們的富邦友誌 當我在回台中的期間 是最大球的 我會有時間對家庭的照顧一下 所以最終就是 選擇加盟的地方 野獸林智傑在中國CBA 征戰長達十年 今年與浙江廣下隊合約到齊後 決定回台打球 加盟下一季 轉戰東南亞聯盟 ABL的富邦友誌 讓台灣球迷 能再次目睹野獸的風采 對我來講 因為已經征戰了十年 我覺得對我來講 也是很不容易 既然選擇回來 然後也非常感謝富邦 給我這個 這麼好的機會 這個時間點讓我回來 然後非常的感謝 然後回來 希望就是可以為 台灣團做出一點的貢獻 然後讓他們接著 帶有更好的舞台 然後去發揮 他的回歸也對 對台灣籃球這個時刻非常重要 在這個非常需要 刺激跟改變的時候 他的回來就完如一季 長情整 徐靖哲總教練認為 智傑的加盟 不單單提升本土球員的戰力 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傳承 智傑對籃球的自我要求 與場上打球的智慧 都是年輕球員應該學習的 智傑在廣洽的這十年 這十年裡面 他是廣下隊的對神 在富邦來講 智傑一直是台灣籃球的 一個精神的象徵 所以我當然希望 在這幾年的合作裡面 可以讓智傑變成是 富邦的對神 希望能夠延續他之前 在那邊的一個時候 讓我們台灣的籃球 有一個指標性的 林智傑新賽季 將隨富邦勇士出戰ABL 有機會對上寶島夢想家 重現與田壘經典的 狹獸對決 此外富邦勇士領隊蔡成茹 希望透過ABL的主場經營模式 改變台灣的籃球環境 等待可能就 不是一個辦法 不會看到改變 所以重點還是要去做 我們希望透過ABL的 這些經營的這些累積 跟商業模式的驗證 或許這個市場活絡起來 後各方的資源都會開始進來 那開始或許未來的本土 也可以有一個真正的職業感 ABL新球季將在11月初開打 富邦勇士主場以和平籃球館為主 新莊體育館為輔來經營 期望藉由這次林智傑的回歸 能吸引更多球迷進場支持 projects進入 兩分鐘也要伺服 使用這個禮物 都會有一個舞蹈 到十分開賣